速食店外送员骑车在巷子里穿梭送餐 才刚骑出巷口就撞上一名女骑士 双方重摔在地 女骑士多处受伤无法动弹 附近民众全程募集赶紧报案 这起车祸发生在去年8月 双方经过半年调解还是破局 遭撞女子更指控对方不愿意赔偿 我有很厚一本的看证记录全部都掉出来了 结果他们也看过了 最后没有想到就是5月5号 他就是不承认说这伤是他们造成的 他说是我自己造成的 叶小姐从事美容业被撞之后无法工作 平均月薪8万加上受伤要使用护具 精神赔偿和交通费一共求偿60多万 但对方认为她也有责任要求打7折 初步谈成40万元赔偿金 但叶小姐指控对方最后反悔 只愿意赔偿1万多元 警方分析这名女骑士当时骑在主要线道上面 而外送员扯在巷子里也就是支线的部分 其实巷口就有明显的一个停止的标示 要求用路人必须查看路况再继续行驶 但这名外送员是直接冲出巷口 因此要负主要责任 事发在台北市民权西路捷运站附近 当事人认为对方肇事责任比例比较高 却求偿无门 让他心理交瘁 针对指控诚信电源不愿回应 但叶小姐说车祸导致半年没收入 还得独自抚养三个女儿 认为对方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只能寻求法律途径 帮自己讨公道 TVBS视频的刘一鸣光影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